大家好我是Paul 周遇到周五英文一起讀 这个饮料是什么 你以为是咖啡吗 才不是呢 它是这两个混在一起 这是什么 我们称它为Coffee Creamer 就是奶精 简单的说 那右边这个是Diet Coke 我们叫它建议可乐的样子 所以这个东西好喝吗 Well 那你看这个人说了 I tried Diet Coke Diet Coke with Coffee Creamer A popular drink in Utah And would consider ordering it Instead of coffee at a restaurant Wow 所以他试了一下这个东西 而且我们这边可以得到一个资讯 就是这在犹他州 美国的犹他州 是一个很受欢迎的饮料 那他说了 他试试看了 而且他下次会考虑 在餐厅也点这道饮料 所以那边有 餐厅里都有 我们这里是不可能有的 可是为什么会有这个饮料的出现呢 其实我们可以稍微来先看一下这下面 先读几条他的补充给你听 So I live in the UK And usually start my day with either a homemade Or store-bought cup of coffee 所以他住英国啦 通常用什么开始的 开始一天呢 自己家里做的咖啡 Homemade coffee Or store-bought cup of coffee 店里买的 所以这应该没问题 While scrolling TikTok I found out That mixing coffee creamer With diet coke Is a Utah staple 所以他在看这个抖音的时候 他发现把 coffee creamer 跟diet coke混在一起喝 是一个由他做的staple 这个staple我们讲过 所以像我说米饭是我们的 像盘石般的 就每个人每天都要吃饭 你即便偶尔吃面 我相信米饭也是绝大部分的 你的选择 要不然自助餐不会声音都这么好 我几乎全台湾的自助餐 应该都是六七点前就卖完了 我常常觉得自助餐的菜 卖得实在太快了一点点 那你为什么我七点后继续出菜呢 说不定还有人要吃啊 不然你这个抱怨有点过头了 所以staple就是 So rice is a staple in our diet 我们就可以这样子说 米饭是我们的生活中的 人生中饮食中的一个staple 所以这是一个由他做的staple 好可以 I tried it for the first time and was a big fan of how imbalanced sweet and tangy flavors 所以他第一次试过了 那他就是一个 马上变成一个big fan 为什么呢 就因为他 因为这个饮料平衡了甜跟tangy flavor 这个字对我来说蛮深的 tangy 所以我当然就找了一下下 就是浓郁强烈 OK 所以他是有一个很strong and piquant flavor or smell 那piquant这个字对我来说也蛮新的 靠北 所以piquant叫做having a pleasant sharp or spicy taste 也是浓郁强烈的意思说真的 而且是令人愉快的 所以很开心的一种 但是也很尖锐很强烈的一种 spicy 所以你说他有点辣辣的感觉 都算可以说的过去 所以你说这是spicy吗 可是他又很愉快 所以他这个词叫做piquant 所以整体来说就是一个很tangy的感觉 好 所以他平衡了这两者 甜的跟tangy的flavor 好像很屌 好 所以我们往下看 重复的就尽量不看 那他这边有说 呀 不错 一杯咖啡是一个standard routine in most places around the world that's true too even true in Taiwan 好 所以 那但是呢 他说他在家里的时候 他一般来说 他泡咖啡是用一个cafetier cafetier是什么东西 就是那种挤压式的咖啡 泡咖啡的东西 所以我们泡茶也会用那个泡 你知道我在说什么 就他可能有个filter 然后他自己有一个那个 有一个尖尖的一个柄 你可以把它下压 然后他就往下挤 然后就把东西泡出来 这是一个比较快的方式泡咖啡 与其用那种drip brew的方式 所以另外一种就可能用drip brew OK 因为我先前没有掉出这个照片 我就懒得掉了 drip brew就是那一种 d的那一种 所以你可能就有个滤纸 然后放咖啡 那个grind好的咖啡 粉在上面 然后你就滴热水下去 然后他就会慢慢brew下来 好 所以这应该没问题 好 所以他用一个cafetier 来做这个东西 但是他如果想要 喝好一点的话 所以他会grab a cappuccino at my local cafe sure 然后他在看到scrollt-talk的时候 看到了一个这个饮料了 好 酷 up until recently I had no idea just how popular diet coke with mixings was in Utah 你看又看到until 我们常看到until 所以我才觉得until这个讲解 我一定要讲 而且每次出现 我都再提醒同学一次 所以这里说的是 你看up until recently 表示到最近 前面的那一件事情 翻转了 而是他有导装 所以后面那件事情 翻转了 所以到最近才翻转 大家懂的意思 所以后面说的是 I had no idea 后面这件事 也就是说 我先前都不知道 到了最近 我才知道了 我就从不知道 不知道 I had no idea I had no idea No idea No idea No idea Up until recently 有idea了 懂了 酷 所以I had no idea just how popular 这个东西 was 那什么东西 Diet Coke with mixed-ins 就是 建一可乐 混着其他东西 那他现在就知道了 然后呢 他就看到一个video 不不不讲下去 所以replay in a comment left vibe 好 这个都不管了 Anyway 所以people were so confused it was so shocking to me sure 然后你看他说 这个推 这个tiktok 已经累积出了 60几万的view 所以这里有个词 叫做amass ok amass 动词 也就可以翻译成累积 ok 最近那是一个 新朋友 很漂亮一个女生 那他在那个 twitch上面 以及又在这个instagram上面 有大量的粉丝 那twitch上好像是10万 instagram好像是20万的样子 所以我就可以说 他amass了这么多的粉丝 在若干若干年内 所以这个应该就没问题 amass 所以你看这个东西 这个video amassed over 627,000 views ok amass 累积 好 所以要是你是来自Utah 或者你去过Utah的话 or have visited Utah it's as common as drinking water there 所以这些东西啊 跟喝水一样的频繁 常见这样子 好 所以 他就很curious 要find out的了 那 下面解释一下 为什么由他周会喝这个饮料 so Utah has a large Mormon population 所以Mormon这个就是 Mormon教 那 呃 呃 虽然说 coffee 是在这个宗教中被禁止的 但是 有咖啡因的苏打 却是没有 所以 while可以翻译成 虽然 so while coffee is prohibited in the religion caffeinated soda isn't 听懂了 所以 caffeinated caffeine这个词就是 这个 呃 caffeine这个词我常会拼错 ok caffeine 应该有一个e在这里 好 yes 所以这是caffeine 我们把这个字就念清楚 caffeine caffeine 那他的动词 caffeinated caffeinated 多半是被动的形容词 所以我或许 应该把他讲的动词比较好 caffeinated beverage caffeinated drinks 所以就是 有含咖啡因的饮料 所以这里说的 caffeinated soda 应该就没问题了 好 虽然说 咖啡是被禁的 但是有含咖啡因的 soda没有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他们 他们会有这样的 的合法了 大概是 所以according to world population review 70% of people in Utah identified as mormon oh my god 所以 哇 这摩门教在 犹他州真的太屌了 所以70%的犹他州的居民 认为自己是 摩门教徒 好 所以 这就是 就解释出来 There may be fewer coffee drinkers there as it is prohibited in the religion 所以喝咖啡的人 比较少 这样子 好 然后这边说 教授 不是教授 这个教会 这个宗教 他们有 clarify 有讲清楚 its position on caffeinated drinks 所以他们对于这个 有含咖啡因的饮料 的味 的他们的这个立场 有稍微clarify一下 有讲清楚 saying cold caffeinated drinks were allowed 所以含咖啡因的饮料 而且是冷饮 were allowed 被允许 while tea and coffee were still prohibited 茶跟咖啡都不准 in addition to liquor 所以除了这个之外 还有烈酒 这个好像翻成利口酒 以及tobacco 也不能抽烟 所以BBC的报道 好累 当这个摩门教徒 but anyway 然后后来还有一些更新的guidance from the church including it stands on vaping and iced tea 所以 vaping就是那个 吸电子烟 所以喝冰茶也是一样 这另外他的stance 不过这边没说是什么就是了 而且摩门教徒 还有另外一个称呼 我不知道是不是摩门教 我或许这样有攻击人吗 也或许没有 就 有些宗教 他的名称 是不是听久了 有人不太开心 所以他们会把自己换一个名字 就像我们讲说 那个创造论 我们一般叫做creationism 创造论 creationism creation是创造 creationism 创造主义 创造论 但创造论 这个听久了之后 既然你一听就觉得 你这个宗教洗脑的傻瓜 所以他们或许自己知道 creationism已经背了一些污名 那个词叫做stigma 污名了 OK So the term creationism has been stigmatized 所以stigmatized就是他的动词 has been stigmatized 所以他们就换了一个新词 就叫做智能设计者 所以这个宇宙万物是有一个有智能的 比较高的一个存在所设计出来的 所以他们说这个就是一个 a higher being 比较比我们高的存在 那他设计出了宇宙万物 所以他称这个叫做 intelligent design 智能设计 所以intelligent design 就是creationism 换了汤不换药 OK 换了名字 内容物没换 简单的说是这样 所以这个摩门教 好像另外一个词句叫做 The church of Jesus Christ of Latter-day Saints 就是摩门教 简单的说 这名字有没有听起来比较屌 我真的也不知道 可是至少他把Jesus Christ 这个词丢进去 事实上他们也是信基督的 所以我认为他们是基督教的旁支 但是他们好像有另外一本书 叫做The Book of Mormon 那个是一个现代人写的 据说这个现代人 还有驾驶执照 但是已经死掉了好像 你或许可以听出我语气这么反感 我的确我不喜欢任何宗教 回来这里 我这边是要讲喝这个特殊饮料 不是要讲宗教 好 所以从那时候开始 所以Dirty Soda 这样的电就如鱼或春笋般冒出来了 所以这边有一个Crop Up这个片语 突然冒出Crop Up 一般来说Crop这个字是有农作物的收成 叫做Crop 或者就农作物 不应该讲Crop 不应该讲收成 收成好像另外只要Harvest Crop就是农作物 可是Crop有另外一个意思 就是裁切 农作物 拆切 像我们讲的七分库几分库 我们就叫它Croped Pants Croped可以 好 所以他们称这个叫做Dirty Soda 因为它就不是只有可乐而已 它有混一些东西进去 就变成Dirty Soda 所以这样的电就Crop Up起来了 Fine 而且他们干脆就叫它 所以曾经一度叫他们 就是摩门教的星巴克 So these stores once called The Mormon Starbucks 好 随便这个New York Times 叫他们 这个媒体叫它 Mormon Starbucks 所以它就会卖一些Soda Spiked with Flavor Syrups OK 好 所以就加了一些 有味道的一些糖浆 好 酷 那OK了 来吧 还有我们现在就多看一下 这个它到底怎么做的 好 所以不是只有两个混在一起就算了 所以你需要Fresh Lime Lime 不是柠檬 Lime是另外一种 柠檬 柠檬一般来说应该是黄色的 Lime是绿色的 Lime Diet Coke Of course 然后Coffee Mate Coffee Mate就是刚才的Coffee Creamer 那如果你有益状的是最好的 那它下面的这个Recipe 落落长我就不讲了 但总之 它讲到一个重点 它买到了粉状 然后再把它泡开来 那就算了 那讲到另外一个特别的东西 我特别注意了一下 因为我不知道这什么玩意儿 它叫Pebbled Ice 所以我就查了一下 什么叫Pebbled Ice 所以它有一些其他的名词 你也可以叫它Nugget Ice 你也可以叫它Pellet Ice 你甚至可以叫它Sonic Ice 所以Pebble也可以 Nugget就是快装的东西 像你知道 你吃了麦当劳的鸡块 就叫做Chicken Nugget 那Pellet就是小颗小颗的 像我们讲说那种 BB弹枪之类的 我们也可以叫它Pellet Gun OK Pellet Gun 那Pebble就是小石头 Sonic的意思是音速的 总之这些可以挂在Ice的前面 它的意思是一样的 那它跟所谓的Ice Cube 有什么不一样呢 你知道Ice Cube 就是我们冰箱里面 自己做的冰块 为什么叫Cube 因为是正方形的 也早就不是正方形的 它就是长方形的 不过我们还是用Cube 这个字就对了 但是这个Nugget Ice 或者Pebble Ice的重点在于 它是软的 并且可以咀嚼的 可以嚼的 我相信它的意思 就是密度比较低 OK 那我们讲的一般的Ice Cube 是密度就是很完整的 好 所以它应该要用这个来做 但我是会找了一下下 发现到Pebble Ice 就是真的用在调鸡味酒 还是之类的 所以这样的冰 可能是熔比较快 还是干嘛的 总之有它的特点 我不是专业 我不知道 我不应该讲太多 所以总之跟你说 有这一种新的 不要讲新的 对我来说是新的 因为我真的 从以前没听过这玩意儿 那我现在就 对你来说 或许也是新的 有这么一种 很新的 特别的冰块 OK 是调酒是用的 调饮料用的 That's it 好 我们要多讲 最后一个片语 就这里 好 OK 所以我刚说了 因为它 没有那个Creamer 所以它就用了 那个粉状的 这样子 以及它也没有 Peppled Ice 谁家有 对不对 我相信它的做法 应该比较特别 像我们的 做那个Ice Cube 很简单 你就冰下去就对了 刚刚因为说 它是软的 而且是可以咀嚼 可以嚼的 表示它比较软 密度比较低 我刚刚说的 所以或许 可能叫比较专业的人 才做得出来 或许YouTube 也有些影片 介绍你怎么做 你可以自己去看 总之它也没有 Peppled Ice 所以它只好用正常的Ice Cube 所以这一看 就知道正常的Ice Cube 所以它只能凑合着 用正常的Ice Cube来做 所以凑合着 就是这个动词片 make do So she had to make do with 什么东西 所以这个用法就是 Somebody somebody has to make do with 什么什么东西 OK 所以就是这样的用法 OK So she had to make do with 这个 所以这个动词片很有趣 它有make有do 似乎是两个动词走在一起 可是不要把它看成这样 它就是一个特殊的片用法 So you have I guess you gotta make do 所以你要 我今天不能去健身房 因为雨下的很大 我又不想临时 So I guess I have to make do with working out at home 就make do 好 大概就这样子了 OK 我还记得这个make do 高中的学测 还是指考曾经考过 或许这也不是很重要了 但总之你听听就算了 好 我是Paul 我们今天讲到这里够了 你会不会想试试看 我觉得我还蛮想的 可是Diet Coke 是不是已经不好买了 我好像很久没有看到 市场上有Diet Coke 这个东西 也或许是因为 从来不去注意它 它事实上一直存在的 也不一定 而至于Coffee Mate 这个东西 我相信 我们台湾也有卖 可是可能是粉状的 因为我们真的没有 我真的很难想象 大家会去固定家里 有着一罐奶精 是随时用倒的 就可以混进咖啡的 因为我们在台湾喝咖啡的习惯 是不是真的有那么厉害 还是我们喜欢加鲜奶 比较不会用这种 creamer的东西 I don't know I'm raising all kinds of questions that I don't have answers to 好 but anyway 大概到这里可以了 我是Paul 我们下次见